中山高在今天发生了一些火烧车意外 那么这辆巴士是专门在华航空姐的 开到一半突然起火燃烧 还好六名空姐还有司机发现的快 立刻逃生 虽然没有造成伤亡 但是因为空姐被耽误了 也导致班机误点 让机场的旅客抱怨连连 高速公路上一辆巴士起火燃烧 或许从车内不断窜出浓烟四起 下方人员赶紧拉起水线灌就 由于火势实在太猛烈 两个车道都被管制 南下交通大塞车 起火巴士被烧得一片焦黑 早上十一点 国道一号南下39.5公里 原本车上八名华航空姐 准备前往桃园机场登机 没想到车子却突然起火 吓得花容私舍 车上总共八名乘客是华航的基础人员 那要到他们是早上前往 机场就是上班这样子 一把火烧到公车 一次引擎故障自燃 从今空姐平安疏散 只是赶不到机场误了班机 乘客也很无奈 这个火势好像已经扑灭了 然后造成一点消毒塞 那我们现在刚好为了这个 delay大概四十分钟 我们的登机时间预计分改为 下午的一点二十分 下午的一点二十分 非常肉欠造成您的困扰 最后班机delay超过四十分钟 才顺利搭上飞机 出国前空姐先度过一场惊魂季 终于新闻简正峰 陈金安 赖剑志 陶原报道